講到最近很夯的智慧型手機 其實裡面真的是有很多讓大家覺得說很好玩的軟體 包括這一款最近超紅的塗鴉猜謎軟體叫做Draw Something 那麼不管是iPhone或者是Android系統都可以來玩 已經成了目前最流行最夯的手機遊戲 有些人上傳自己的作品 鬼斧神功令人看了嘖嘖稱奇 還被網友封為是Draw神人 這是最新的手機猜謎遊戲叫做Draw Something 你能夠猜得出來我在畫什麼嗎 在手機上輕輕畫幾筆 Pelette照片的圖像儼然成型 這個Draw Something的遊戲熱門程度 讓它在短短五週就創下超過三千萬人次的下載量 甚至超過了紅極一時的分母鳥 很多人會把自己的成品放在網路上和大家分享 有的讓人猜到滿肚子火 不過有些鬼斧神功的作品真的不得不讓人甘拜下風 像這張足球金童貝克漢簡直跟真人海報沒兩樣 美國總統歐巴馬也畫得實在是有夠像 讓你想都不用想 還有企鵝 扁色龍也畫得跟真的一樣 讓人忍不住懷疑是不是用電腦造假 全球又有兩千萬名使用者裡頭真是不法繪畫高手 厲害到完全看不出來是用手機畫的 也難怪網友看到這些畫畫天才分享的作品時 都紛紛讚嘆真的是大師神人降臨啊 農民新聞李榮報導